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小组查经 那么今天还是由我来带领大家查经 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一部分 和马太福音25章前一部分 那么我们先来回忆一下马太福音24章 就是我们上一次查经的时候 我们经文中告诉我们哪些的道理 那么在24章讲述了耶稣基督 他做了一些预言 一个是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末世的预言 那么很明显耶稣基督 他并不是说他讲的这些预言之后 让我们去研究这些将来在审判和灾难发生的时候 有哪些证兆 或是说我们可以去准确的推断出 将来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 那么耶稣基督他的本意 是我们要去思考 如果将来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 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 也相信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人 那么我们应该做哪些的预备 在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里边 我们可以有哪些的改变 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本意 我们来看一看 耶稣基督他要求我们做哪些预备 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 实际上耶稣基督在讲完这些预言之后 他就连续的说了五个比喻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这个五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我们今天先来看前四个比喻 那么第一个比喻是在24章42到44节 很简单 只有两节经文 耶稣的比喻非常的简单 他讲到 他说神到来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说审判到来的时候 就好像是夜间的贼 耶稣用这个比喻 结束了他前面的预言 那么他非常直接的就提出来 他说 他讲这个比喻的意思 是告诉我们要警醒 那么警醒的意思 我们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们知道 今天晚上一定有一个小偷 要到我们家来偷东西 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会来 我们通常会做的准备是什么 我们一定会 就说我今天不睡觉了 我就坐在家里面 我就等着他 我看他到底什么时候来 然后我好去应对他 我不会说 我猜他可能后半夜来 前半夜我先睡一觉 或者我等到十点钟 他还没来 算了 我不管了 爱来不来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那么我们认真地去等待他的到来 这个就是警醒 警惕 小心的应付 预备好自己 时刻准备着 不掉以轻心 这个就是警醒 那么耶稣基督说 你们对于主一定要再来 有最后的审判 有末日 这个事情 你们不要掉以轻心 你们应该做好准备 因为他说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来 这是第一个比喻 我们要做哪些准备 警醒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去警醒 接下来的24章 45到51节 耶稣基督又讲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 是讲的是一个 没有纪律的仆人 那么他就讲 他说 谁是好仆人呢 那么就是说 主人给了一些责任 让他去管理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仆人呢 如果是好仆人呢 他会按时的呢 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比如说给大家分粮食啊 让大家去吃啊 管理这些啊 那坏仆人是什么样呢 他说坏仆人呢 他可能就是 我不管那些 反正这个主人呢 短时间内 我认为他也回不来 所以我就随随便便的 跟我整天就高高兴兴的 喝酒啊 喝醉了 我也不做事情啊 那么我随心所欲啊 我看谁不顺眼 我就教育教育他啊 那么耶稣说呢 这就是个坏仆人 那么从耶稣这个比喻中呢 我们可能会发现啊 说好像这个比喻啊 哎似乎是跟前一个警醒的主题 差不多嘛 这都是提醒我们说 你要小心啊 这个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了啊 你做正在做坏事的时候 一下子就被主人发现了啊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考呢 我们会发现呢啊 在这里边呢 耶稣基督他更近了一层 他不光是说警醒 反过头来呢 他要求我们去思考自己的身份呢 那么他在这里更强调呢 就是负责任 或者说呢 我们今天讲上说要有担当 我们不但在思想上呢 要警醒 我们更是要去坚持住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神实际是告诉我们呢 在末后的日子啊 神实际是在寻找那些符合他心意的 能够让他觉得呢 信得过的人 那这些人呢 不管是神在不在他的身边 在不在他的眼前 他都会呢 按照他的身份 按照他的责任呢 去正常的去行事啊 那么我们看他这里边提到呢 管家的职责啊 就这个人呢 他去管理这些事情 实际上呢 我们通常一提到教会中的管家呀 我们就会认为啊 马上就想到呢 说是这个教会中的领袖们呢 或者是教会中的这些教母人员呢 牧师啊 执事们呢 实际上呢 不是 我们看呢 他在这里讲到仆人呢 实际指的是说呢 每一个人 神的责任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那么 作为任何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 实际上神 给我们的身份 就是我们就好像是他的管家一样 那么 这个比喻中的这个管家呀 他就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忽略了呢 自己的责任 随心所欲的生活 所以被神呢 斥责啊 那么 我们再看呢 那第三个比喻呢 在25章1到13节 到了25章了啊 那这个比喻呢 就比较复杂了 讲到呢 有十个童女 十个童女的比喻啊 是有一点当时的这个 犹太生活背景的 那么就是说 犹太人呢 他的这个婚宴呢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隆重的 隆重到什么程度呢 说这个婚宴 这个宴呢 会很长时间 通常啊 都会呢 长达数天 这个数天 有多长呢 历史上记载呢 说可能达到 十天或者呢 十五天 那这个婚宴干什么呢 那大官 大家就在一块呢 唱歌跳舞 吃饭呢 那么而且呢 是在新郎家和新娘家呢 都举行这种宴会 那这个又就产生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了 就说新郎和新娘呢 他们都会在自己家里面 去迎接所有的来宾 就是招待大家 自己的亲朋好友啊 那么也就是说呢 新郎什么时候 会从自己家里里宴席 他出来接新娘 不像我们今天华人啊 咱都定好时间 几点钟几点钟 一定要到女方家门口 然后开始去接新娘了 他们的不是这样 就是新郎呢 是在自己家里面 去参加这个婚宴呢 去招待大家呢 等到他觉得差不多了 然后呢 他就出来 带着他的队伍呢 到新娘家 去接这个新娘 那么当天晚上呢 他是住在新娘家的 然后继续在新娘家呢 继续这个婚宴啊 那么这里边呢 那就是耶稣这个比喻中 说这个情景了 说当新郎来的时候呢 预备迎接他的这些童女 会给他打开门 这个我们华人 在很多地方也有这个传统啊 这个伴娘呢 要求新郎和伴郎啊 唱这个什么开门歌啊 给一些礼物啊 那么这些童女呢 会把他迎接到屋里边 一旦他进到屋里边呢 那这个门呢 就关了 大门就关上了 那在里边的人呢 就跟着他去庆祝了啊 那么迟到的人呢 就不再允许进入了 那么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呢 迟到的人呢 包括那些 进不了大门的那些童女啊 他错过的呢 他不是说光是说 我这晚饭没地方吃了啊 是整个婚礼庆典呢 他都不能进去了 因为新郎已经进去了 门已经关了 那么进不去的呢 就进不去了 那么这个比喻呢 实际上我们一看呢 就非常的清楚啊 说呢 新郎是谁啊 新郎就是耶稣基督 说有一天呢 他一定来 但是呢 什么时候来呢 不知道 那么童女呢 耶稣基督在这里 说的很明显 那就是基督徒了啊 那在这个故事中呢 讲到这十个童女 分成两种 一种呢 是聪明的 一种是玉琢的 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拿着灯 站在门口啊 等着这个新郎来 来了之后呢 点起灯 就引他进去了 那 这个聪明的呢 就想我这个灯要烧油啊 所以呢 他就提前呢 把这个油加满了 然后等着 因为刚才我讲了啊 新郎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你不能先点 点着了 到时候没有了 怎么办呢 那么 这个愚蠢的呢 他就呢 就想反正他也不来啊 等他要来了 哎呦 我听着声音了 我估计他快到了 那我再去加油呢 也来得及 反正他不会一下子 就飞到眼前嘛 所以呢 他就没有给这个灯呢 准备油 但是这个事情非常有突然性 新郎一下子就到了 到了呢 手忙脚乱呢 这个愚蠢的呢 他没有办法去 去打油 晚上呢 又没有 没有人开门呢 所以他就跟这个聪明的借 他说你借我一点吧 那么这个聪明的呢 就告诉他 不行 我这个油啊 打满这一壶油呢 刚好够我 这个自己用的 我没法给你 所以呢 他就没有办法点灯 没有办法点灯的 当然呢 他也就不能按照这个仪式要求的 他跟着新郎一块进去 那么耶稣在这里边呢 实际呢 我们看啊 那这个比喻呢 好像还是耶稣基督在提示我们呢 要警醒 你要呢 提高警惕 你要小心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 其实我们看呢 这个比喻啊 跟前两个比喻呢 他又伸了一层 那么他在这里讲呢 说这个聪明的童女 他肯定是谈到了智慧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聪明的童女 他的智慧 或者说被主人称赞为聪明和有智慧 他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叫未雨仇薄 就事先呢 他做了一些预备啊 那么他的这个警醒呢 不再是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也不是呢 一个明白自己责任的警醒 而是说呢 一种行动性 我要为我将做的工作呀 我要为我将来的这种考试啊 或者说呢 我要为完成我的使命呢 我要做一些准备 我提前呢 把这个准备呢 做好了 我把我要预备做的事情 要先预备好 这个呢 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一种真正的智慧啊 那么我们看呢 这个神对人的要求呢 他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呢 是不断的去向前去加神 逐渐的把这个问题呢 说的更清楚 首先呢 耶稣基督提到啊 我们呢 要警醒 我们要知道呢 这个事情一定要来 所以我们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生活 接下来第二个呢 讲到呢 你要看清楚你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你不要呢 就是疏忽了 根本就觉得无所谓的 所以你就随心所欲 那么第三个呢 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 就好像童女一样啊 我知道呢 我将来是要点好这个灯 来迎接我的主人的 那么很简单呢 你既然知道你要点灯 那你也要为你这个责任做预备啊 你要准备灯油啊 这个呢 是神说的呢 你要去智慧 有智慧 就说我们呢 在这个比喻中看到呢 神要求我们做预备的智慧啊 那这是耶稣基督第三个比喻啊 那么在第四个比喻呢 在第25章14到30节 是主人仆人和银子啊 那我们可能发现啊 耶稣基督实际上 他很喜欢用这个主人仆人啊 主人出去旅行啊 把这个家里托付给仆人 他很喜欢用这个故事呢 来做比喻 在这个福音书中啊 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呢 耶稣基督他做类似的比喻啊 那么在这里呢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说这个主人呢 一定是神自己 仆人呢 指的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那他这里边说到这个银子呢 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啊 我们中文翻译呢 和和本的翻译呢 是说呢 按照才干 给了这些仆人银子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 很婉转 很委婉的 很有艺术性的一个翻译啊 那么在原文里边呢 呃 或者是在我们一些古老版本啊 有一些版本比较老的英文版本翻译中呢 他直接讲到呢 说主人 给这个仆人呢 这个 他连德 我们中文过去的翻译也这么翻译啊 他连德 那么他连德呢 实际是英文的翻译 就是Talent 那么如果说到这儿 可能很多人就明白过来了啊 他这个意思是说呢 主人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 给了这些人呢 不同的Talent 这个人给了五个Talent 那人给了 两个Talent 那个人呢 给了一个Talent 那么Talent这个词呢 在英文中呢 他的意思是天赋和才干 当然呢 这个是有一点犹太人写作的这种手法啊 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犹太社会中呢 这个Talent呀 我们讲翻译成中文这个Talent 或者英文这个Talent呢 他实际后来呢 被当作一种银币的这种单位 说这一个银币就叫一个Talent 所以呢我们才有后面这些翻译的版本啊 所以你把它翻译成给了五个银币呀 或者五千两银子啊 或者呢说按照他的才干给他银币呀 这个呢都是对的 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去理解他这种谐音呢 或者是这种互相之间的对比啊 那么我们就明白呢 实际上在这里边呢 指的是说主人呢 或者说神把天赋或者是才干呢 交给这些仆人们 那当然我们这里边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仆人的得到的天赋呢 有大有小 有五千两 有两千两 有一千两 那么故事呢 其实很有意思了 说主人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五千两的呢 说我又挣了五千两 两千两的说我又挣了两千两 那么一千两这个呢 说我没挣 我怕亏本 所以我把这个藏起来了 现在呢 我把你的本钱还给你 那我们看呢 这个主人的回应呢 实际上呢 是有些严酷 或者说呢 不尽情理啊 他夸赞呢 五千两的和这个两千两的呢 他的话是一样的 就说呢 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那我呢 要这个把这些钱呢 交给你在管理 挺好 那鼓励他 但是给这个一千两的呢 我们说这个 这个 我没有什么功劳呢 也有苦劳呢 我辛辛苦苦的把这个一千两银子藏起来 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吗 主人呢 就说 你呢 是一个又坏又懒的仆人 你知道我把这个钱呢 或者是才干交给你的目的呢 是让你去使用 那你不使用 你把它藏起来了 你这个呢 就懒 懒呢 你又找理由 你说我怕这个事出问题啊 所以呢 你就是坏 所以呢 这个神就告诉他呢 把他这个一千两夺过来 给那个呢 有一万两 就是先给了五千两这个人呢 那这个呢 实际在 在现代呢 这个故事被非常广泛的应用 在经济学中呢 有一个原理叫马太效应 也就是说呢 得到多的人呢 他会得的更多 资本雄厚就更容易挣钱嘛 少的人呢 反而呢 按照道理讲 这个应该是他 他应该多赚点啊 但是你少的呢 反而会越来越少 马太效应啊 那么就是从这里来的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少的这个东西 反而夺过来 交给了这个多的人 那么我们看这个比喻里边呢 就说实际上呢 神关心的呢 不是说你收获了多少 为什么这么讲呢 收获五千两和收获两千两的 他俩的评语是一样的 神给的这个评价是一样的嘛 那么神要求的是什么呢 多给的多要 少给的少要 我给了你多少才干呢 你按照你的才干 你是不是尽心尽力 忠心的呢 为我去经营了 那么这里边呢 耶稣基督强调的呢 是仆人的忠心 如果不忠心 不努力去使用这些才干呢 那么呢 是要受惩罚的 那么这是耶稣基督 他所讲的这四个比喻啊 那么从这四个比喻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 很多的东西来 首先呢 我们就来理解一下 这个警醒 可能在上一周查经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 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 就说末世呢 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我现在要警醒 对不对 对 但是在我现实的生活中 我有没有警醒这种可能啊 没有 为什么呢 你要跟我说 末世啊 哎呀 一年之后就来了 那我现在做点准备呢 还是可以的啊 你像呢 咱们说 咱们亲身经历的 这次呢 lockdown 说明天就lockdown了 今天晚上大家都到这个超市去 抢购东西了 做预备嘛 因为我看到马上又发生了 你要跟他说呢 将来有一天啊 我们这个世界会毁灭 什么时候会毁灭 不知道 那我着什么急啊 对吧 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那可能很多人说呢 你跟我讲 一百年之内能毁灭吗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 根据现在这种情况啊 根据耶稣说这些各种症状呢 这一百年之内是不会毁灭的 那好了 我也活不了一百年 那毁灭就毁灭吧 跟我有啥关系啊 将来的事吗 我也经历不到 我也看不到了 最多就是我告诉我的孩子啊 你要警醒啊 那最多了 那这个警醒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来说 我们还需不需要警醒呢 如果那样认为的话 干脆就不需要警醒了 对吧 那实际上来讲呢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啊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用我们自己的生命 来衡量这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呢 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作为基督徒 当然我们说我们要为神而活 神是我生命的中心啊 我神给我有使命啊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世俗的禅类 其实我们是做不到呢 我们完全的去思想神啊 侍奉神啊 我们实际上呢 最多最多 就是把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拿来呢 去应付这位神 也就是说哈 假如神给了我们一个目标 或者呢 给了我们一个责任 那么他的计划呢 是我们用我们一生的经历 一生的时间 尽心尽力 尽性尽力 爱读你的神嘛 我们是全力以赴的呢 去完成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可能呢 去完成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把这个时间经历呢 有一部分呢 我们实际上 我们并没有放在 完全的放在这个事情上 那 也就是说呢 我们努力做 可能刚刚做完 但是现在我没有努力做 可能到时候呢 交作业的时候 我们还有好多没做 那么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的时间呢 实际是很紧迫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 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生命呢 并不是说 因为我没有做完 我作业没做完 我 再给我几天时间嘛 我把它做完 不是的 我们不是永远有机会呢 去慢慢的完成这个委托 那可能或者从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啊 这个警醒呢 哎 就比较现实了 耶稣基督 他什么时候再来 对于我们呢 不会经历这个最后 这种漠视啊 活成生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 就发生了这些人呢 对我们来说呢 好像呢 是一个很遥远的 时间很漫长 或者是无所谓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从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看啊 那么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责任呢 我们就会发现呢 我们的时间不但是有限 而且呢 太短了 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责任还没有完成 那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毁之晚一了 所以耶稣基督他提醒啊 我们每一个门徒啊 每一个基督徒呢 你都要警醒的生活 实际上 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是应该警醒的 我有多少时间去完成我的责任呢 这是警醒的含义啊 我们需要想一想的 我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在认真努力的呢 去过每一天的日子 我们要知道呢 生命不是无限的啊 那么在这些比喻 前四个比喻中呢 讲到仆人 我们呢 看到这些啊 要明白呢 仆人呢 不是特指某一群人 而是呢 全部的基督徒 全部的耶稣的跟随者 那么神要求我们啊 既然你是他的跟随者 那么你就应该呢 按照他的呼召来生活 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啊 沉浸在呢 我们自己的这些想法里边 我们自己呢 想怎么生活 就怎么生活啊 我们过去认为什么生活好 我们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就去生活 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最 和这个被罪恶所 笼罩的世界里边 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有诱惑的 魔鬼的工作呢 是时刻的拉着我们呢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这个 生活里去 那么我们什么是信仰 什么是神的救恩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脱离原来那些呢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那么我们就要去想了 在我现实的生活中呢 我是不是已经开始 过这个新的生活了 我是不是愿意呢 去过这个新的生活 这是我们警醒的内容 也是呢 我们要去准备的内容 耶稣基督实际要求我们呢 你不但呢 就是说你信神 什么是信神呢 你不光是说我知道这位神 对我好 他救了我 我有罪 我拯救了我的罪 让我呢 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可以蒙祝福 更重要的是说呢 我们看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身份 我知道要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然后呢 我脚踏实地的去生活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就看到呢 那个作恶的仆人 他的选择 我依然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 我过去怎么生活 我还怎么生活 那神说你这是恶仆人 你没有想你要做什么 那么我们看呢 那个愚蠢的这个童女呢 他不去做准备 我想到了 但是呢 我没有为我的责任去做一些预备 很可惜 到时候呢 来不及了 那么到最后呢 这个仆人和银子这个比喻呢 就更适了 所以实际上来讲呢 神要求我们呢 你们要把你这个有限的时间精力 然后你所拥有的这些才干天赋啊 你应该呢 认认真真地去完成 神给你的嘱托 你的工作 那这是我们这个人呢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啊 我们的终极意义 否则你想一想 你整天呢 你说我 挣钱 养育后代 我锻炼身体 那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有什么意义呢 那如果我们去多跟这些年龄大的人去探讨一下 可能你会发现啊 等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 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很无所谓的事情 那我们以前这些努力的奋斗到最后变成无所谓了 那有什么目的啊 所以弟兄姐妹呢 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呢 是要在神的安排之下啊 就很有意义 但是呢 我们要去警醒的生活 那么这是第二个啊 就是我们仆人的身份 那么第三个呢啊 我们看呢 神的审判呢 实际上呢 他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 他管这些仆人们呢 他叫又恶又懒啊 你像在最后一个比喻里边 他说这个仆人不但又恶又懒啊 而且对他的惩罚是什么呢 把他所有的都夺去了 然后把他丢在黑暗里 让他切齿哀哭 这个有点杀人猪心很残酷的啊 那么对那个恶仆人呢 也是让他呢 就说切齿哀哭 所以吧 我们要知道呢 神最后的审判呢 实际是非常非常的 在我们看来啊 从某种角度上讲的 实际是非常残酷的 那我们说 哎呀那这个神 我这个怎么 为什么我还要信这个神呢 弟兄姐妹这没有选择的事啊 因为他是神呢 我们是人呢 你承认不承认 相信不相信 他最后都要审判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去思考 要警醒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这前四个比喻呢 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把时间呢 交还给组长 那组长呢 会带领大家去讨论 我们接下来的这三个问题啊 好 那我们就再见 我们下一次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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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